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解释 就拥有了一切是解释 一切大概是整个意思 我个人看过 因为人家是这么反馈的过来的 我看过之后就有点茫然 稍微有点茫然 因为这个茫然的意思就是说 在今天的社会中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它的背景是什么来的 但我相信背景 更大的背景来自于目前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 人们对权力其实就是拥有 其实太多的权力 权力的概念就是跟有神论跟无神论首先为基础 在无神论的基础下 进化论的基础下 你再看到强者称霸 强者称王 所以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权力 在有神论的背景之下 权力的概念它表现出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控制的 所以更大的背景控制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恶即使它表现出恶 它也是受着某种局限的 通常诸咒为虐 这就是我们说这是罪恶的了 对吧 咒王变成了一个恶的代表 恰恰它产生于被人们知道的就是 我们跟文字 跟中国人的文字的产生在同一个时间 所以也就等于是追到源头了 你再往下后追 按照共产党的话 那叫神话了 对不对 中国神话故事 那么理说了 但中国神话故事呢 它共产党又承认 就像人家骂说 石超 我看你就是 它叫什么来的 你是燕黄子孙吗 我说你这个笨蛋 你信马克思 你把炎帝也给坑了 你把皇帝也给骂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所以共产党骂人的时候都骂不出个东西 骂人的时候都能把自己给骂了 你是炎黄子孙吗 有人这五毛 这两天围绕着华为五毛挺多的 所以在华为这个问题上 就华为的大批的广告在美国 然后中共发出邀请函 花钱 把美国记者当驴买 这是一个整体行为 和包括任正非突然接受BBC 跟美国的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 这是一体化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说我个人感觉到王沪宁插手了 结果五毛现在上来了 在我视频的后面 凡是涉及到华为的内容 开始出现五毛了 就像那个疯狂 叫什么来的 流浪地球 当时故事类似的 人家五毛是有组织的 那是党的先锋队 那这回是党的先锋队 所以他的方向 他是人家有工作的 而且人家按劳取仇 所以多一点他不干 跟党算钱 多一点绝不干 所以他有华为字眼才打 没华为字眼不打 你记着你今天骂说这个 说这个王沪宁混蛋王八蛋 他无所谓 他还没骂我 但明天王沪宁说不成了 你这事 你们得干 他敢骂我 OK 老板给钱 给钱我就收了 我绝对收了 这样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现在 人家确实 所以现在方向就跑到华为 跑到五毛 跑到华为这来了 所以我想说一次 权力跟知识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说得太窄了 在历史的概念当中 只是在一个框架下 首先他相信神 对吧 咒王出事情也是拜女娲庙出的事情 一个人拜了女娲庙 受了他自身的状况 代代相传 传到他那一代的时候要完结了 好像第十三代 传到那一代要完结了 他就出现状况 而这一份完结是天意 连女娲造的人 但女娲却不是造人的根本的神 更高的欲望 在他背后有着更高的欲望 那种原由 甚至某种程度上连女娲都没有 他也 他只能被动的跟随 他也不敢造次 被动的跟随就是他在 他想教训咒王的时候 那他教训 他也没敢教训 知道咒王有二十八年 四条七 故事就是你要能亏气到 就是理解到生命概念的时候 哎呀你就是一个自在的人 因为你不会为眼前的得失而发愁 所以知识跟权力的概念 不是一个必然的 但今天中共 这是一个本来在一个 泛泛的人的环境中 但是中共的概念不是 中共的概念是否定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的文明 他连炎帝皇帝三帝三皇五帝都给毁了 都给否认了 他去拜皇帝灵 是为了为他所用 为他利益所用 他强奸了中国人的五千年的文化 他成为了五千年的代表 五千年文化代表着习近平在党章里 在党的发言中就这么说的 对吧 所以我说把祖宗都给糟蹋了 所以咱说那一群杂种没骂他 这是真的 他就是这么干的 把祖宗给否了 就像人骂我说 你是炎黄子孙吗 我就说你这个笨蛋 你爷爷的爷爷是马克思 那种是哪种啊 一个犹太人在德国 长大写资本论在伦敦 那家伙国际咬 那家伙串 一丢肉给串到那了 然后弄一个湖南出在山里的人 走了一万里 到了陕北 跑土嘎拉里 然后出了今天的崽子 是不是 我说不是 不是哪个没患老婆啊 现在的红二代都是二奶生 八奶生的 有几个正差生的 你问问他们 有几个正差生的 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邪恶的东西 当这个邪恶的东西的基础上 你去想 你去谈权力跟知识 我觉得就有点窄了 太窄了 知识本身没有任何罪恶 知识本身固然就存在了 而权力的背景呢 要看它是生命的归属问题 是个生命的归属问题 那权力的本身 撒旦是六亿大天使 他是这么传下来的 对吧 他是这么传下来 所以权力的本身 其实也不是罪恶 都不是罪恶 是人罪恶 是这个生命背后的罪恶 就像说金枪 对吧 在美国 那为什么人人有枪 极一支枪在 极一支枪在美国社会里面 对比他的杀人案 那叫杀人吧 那么多枪在下头 对不对 那你在今天的中国呢 现在开两会 他把代表们都用铁丝网圈进来 然后我看政协开会拿着枪 那军人拿着枪 剁着正部进去的 没一个是朋友 全给你捅 里头开会的 在习近平眼睛里 也都是先吓死你们 你们尿着裤子才好 对不对 哪有开两会 拿着枪 咔咔咔 这么进去的 那不是人的社会 那个东西 全是集中营 全是新疆的集中营 他不可能出现 但他出现了 坐在台上的 没有不恨台下的 坐在台下的 没有不想把台上的弄下来 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权力不是罪恶 他自然 当一个社会存在的时候 他自然拥有权力者 知识也不是罪恶 他们之间也不是这种相互产生的 而是在邪恶的人 邪恶的生命握有权力的时候 他可以任意玩弄知识 任意玩弄知识 而害人 伤害了人的善良 而那些拥有知识的人 学了知识的人 他却屈从于权力 就成为了助纣为虐者 成为助纣为虐者 就这点师爷们 就像说 王沪宁 人之初性本恶 多写这句话 他给证明是对的 那当他证明是对的 他依附的是谁 依附的是撒旦 撒旦也在伊甸园之上来的 所以人就永远倒 到了人这儿 当被打到伊甸园下头的时候 他善恶并存 都是根都在上头 对吧 根都在上头 所以人选择善恶是最关键的 那撒旦要把所有的人毁了 英国跟德国围绕5G 是否封杀华为 有了很大的 就有了很大的这个麻烦 出了很大的麻烦 然后呢 我们对英国呢 跟大家做过一个分析 就是他的前情报总监 是后来成为哈佛的学者 我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已经离开了你的职位 你已经成为一个学者 你却为华为那么谢斯底里 他用了谢斯底里 去形容反对华为的人 他自身是谢斯底里的 我们做过两三期节目 揭示他的来处 揭示他的来处 所以这是 我们用搜狐的网站 去再回复那个人 你看这搜狐 这是首页新闻 BOSS要娶我 对吧 这就是今天大陆的网站 永远是卖肉的 永远是卖肉的 色域成为了这个 色跟域放纵 诱惑的一切 成为了今天他的基石 存在的基石 所以他的根本是恶的 英国前情报官员批西方国家禁止华为 呼吁结束对中国科技的谢斯底里 这是他 我们用过的 2月14号 半个月前 半个月前 什么德国记者 环球时报记者 多个国家 试图为把华为排除物技之外 英国情报机构的通信总部的前主任 汉尼根12号 金融时报谢斯底里 汉尼根 那汉尼根 我们跟大家揭示过 他存在的关系 从去年的八七八月份就写文章 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到今年的一月份 他就在金融时报上写 他几乎所有的文章 都在金融时报上 而且几乎所有的文章 都在替华为说话 华为说话 而他的前身 他自己原来 他是英国最高的主管 在有关通信安全网络上 但他却是因为私人原因 在2017年辞职了 2017年辞职了 退下来了 那他就去到这个哈佛 在哈佛任高级研究员 任学者 我们当时跟大家质疑 他根本就这事不归他了 他已经退下 他成为学者了 人顶多媒体采访 你就OK咯 或者说你觉得 我应该出个例 应该我了解的状况不一样 那我就说一个 那就行咯 你犯不上谢斯底里了 这么替华为说话 对不对 而且现在2019年 你前后过了两年了 你又对华为有多少了解 这是我们当时跟人家说的 然后揭示出他的背景 他曾经服务于英国的三个首相 而这三个首相当中 其中有两个跟中共太紧密 对不对 跟中共太紧密 以至于曾经有一个 他的最前任的贴身的首相官员 就跟中共著名的女间谍 有很暧昧的关系 而那个女人却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老头 用试管生了俩孩子 这故事就这么写的 对不对 有人说你太蔑视 BBC都说他是间谍 不是我说的 BBC直接就这么讲的 好 那人家女人用身体玩了一把 在今天中国社会驾驻观中 有几个能玩成那样的 连刘强东 去弄女孩 20岁的女孩跟女孩说 到时候你要随了 我给你弄成那样的 那刘强东媳妇 现在把悉尼的房子给卖了 因为他媳妇也不能把自己留在20岁 25了 生了孩子了 所以他牛了就那样 你说连是不是连牲口都不如 这些有名的人 是不是连牲口都不如 牲口在六道轮回中 牲口有自己的坚守啊 这些男女都没有什么 连牲口都不是的 大家 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环境完全摧毁了 人的环境完全摧毁了 那这是 这是这个我们跟 哈尼根 哈尼根 哈尼根其实 他的名字就跟那个啤酒 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哈尼根 很好喝的啤酒 前英国主管 涉嫌性丑闻 签出了中南海大计划 这是阿波罗网站 他看到了一个更新的内容 然后他借了一个综合的文章 但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这爷们是怎么回事 前主管 政府 哈尼根 发表文章 全面禁止华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现任主管 弗莱明警告说 英国必须了解 中共技术可能带来的威胁 是 这个弗莱明 这篇文章 我跟大家介绍 一个星期之前 他完全否认了 完全否认了 哈尼根的说法 而且你也再看不到 金融时报在登什么 这是英国真正的表态 因为那个是真 前后的机构 英国情报机构 政府通讯总局 他管他的下属机构 叫英国网络安全协会 英国网络安全中心 英国网络安全中心 当时 金融时报 登了一篇文章说 有两个消息来源 讲 英国网络安全中心 认为可以控制 华为的5G 那个引起了 轩然大波 是由金融时报登的 而那两个 所谓的消息来源 其中一个就是 哈尼根 另外一个 是英国的情报 叫做M6 M6 所以那是 传在一起 英国的金融时报 哈尼根 跟那爷们 传在一起 替华为卖命 我们现在 你现在看到 华为去请那些人 大家就明细了 都是这么来的 你说金融时报 到现在 他为什么不说话 有多少人到北京 喝过茶 喝过茅台 这事就是个故事 所以用钱能使 鬼推磨 鬼才这样的 而这涉及到 都是个人的道德问题 所以现在其实 华为在海外的根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给抛出来了 回过头来 两人主管看法相左 哈尼根 金融时报12号 登的文章 说电信攻击 西方国家 对华为的指控 跟电信网络攻击 没关系 而是源自于 对中共技术的 谢斯蒂里 因为他失败了 英国在评估方面 有独特的优势 因为政府通信总级 已经评估华为设备 有几年的时间 这是这些内容 我们讲过了 所以欧洲国家 保持冷静 技术专业知识 和对风险理智的评估 来决定是否 允许中共参与未来 那而不是追逐 政治的流行 或者进行 所谓的贸易展示 那个人非常聪明 非常能写 非常聪明 非常能写 那汉尼根的 他最大的攻击呢 就是当时 结束了 北阿尔兰的恐怖组织 北阿尔兰的 这个 反对英国的 这个 组织 当时的那种 和谈呢 是他干的 是这个汉尼根干的 所以 汉尼根当时在 为什么在英国政坛 有那么有名 是跟着有关 而汉尼根的 继任者 弗兰明 则公开否认了 这方面 面临巨大而复杂的 战略挑战 这是 二月 二十五号 就是在 世界电信协会 开会的同一天 弗兰明在新加坡讲的 有一个国际网络 安全会议上讲的 所以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那是很特别的 英国必须使用 中共的技术 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威胁 必须清楚了解 中共在西方技术 进行扩张 到底意味着什么 帮助西方国家 决定这一切扩张部分 我们应该欢迎 但哪些需要 风险控制 哪些总是通过 国家政府 或跟盟友 一起来决定 这是 这是当时弗兰明讲 而且呢 德国现在也回缩 德国明确表示说 德国政府根本没有谈过 任何所谓 有效控制 或者说所谓 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 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跟习近平签署 网络互不攻击协议 就像2015年 习近平跟奥巴马签的一样 美国 英国 德国政府已经完全否定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 是一种 是一种交织的状况 这里就谈到了 汉尼根 汉尼根现在 2014到17 担任这个主管 现在到了哈佛大学的 贝尔佛中心 作为高级雇员 这我们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篇文章 它揭示了 就是说 贝尔佛中心 实际隶属 肯尼迪政府学院 肯尼迪政府学院 中共从2001年大概 199几年 1991年是九几年 就开始了一个 跟肯尼迪学院 为要肯尼迪学院 培训中共高级官员 李源潮是肯尼迪 政治学院的第一个毕业生 第一个中国的 中共高官的毕业生 刘鹤所谓的 在哈佛读过学 就是这毕业的 那现在除了哈佛 包括斯坦福 哈佛斯坦福 英国的牛精 剑桥都有 都有 是中共党校 或者是中共国务院 跟这些学校签的合同 专门培训他们 他们的政治局 乃至政治局常委 未来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个钱的deal 那西方社会的败落 西方社会的败落 在钱上 在这种魔鬼的欲望上 他们接受中共 然后中共做出了培训 成为了中共官员当中 各个都是国外毕业的 所谓的说法 基本就全是骗子 所以他比较大规模的 写了这一段 比较大规模的写这一段 他写这段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写这段的意思就是 薄瓜瓜也是那 薄瓜瓜也是那毕业的 但他是自费的 他写这段意思就是 汉尼根 跟肯尼迪政治学院 做学者 而这个学院却被中共 渗透了二十年 乃至更多 所以他是中共的代言人 我们当时没有说到这话 我们当时根本没谈 我们只是说 汉尼根充当了代理人 我们对比的是 他就像 我们对比的是 就像加拿大驻华大使的概念 差不多 汉尼根曾经是英国政府 最大的情报机关的主管 是2017年离职的原因 却是为了一个神父 写过一个叫做名誉证明 免于制裁 而这个神父 却是就像天主教的很多神父一样 恋童癖 那什么叫恋童癖 性 对吧 伤害孩子 伤害孩子 2014年上任 2017年4月 因家庭原因离职 通常这个职位 不是这样 然后 英国星期日 邮报 披露实际情况 是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总局 在2017年1月份发现 汉尼根曾经帮助一个朋友免于坐牢 这个朋友叫西金斯 双方有20年的交情 汉尼根早期要做牧师的 我们在介绍他的书 我们有看到 2013年 西金斯因为持有174张儿童色情照片 被告上法庭 而他却出于好意 为他提供了有利于他的叫品行证明信 结果他被判8年入牢 这个牧师 判8年入牢 但是缓刑 但后来 西金斯再次犯罪 那 国家 全国英国打 打击犯罪局 对案子进行调查所 发现汉尼根跟他有私交 还提供了 叫身份 纯净证明 这件事情报告了首相府 首相府 给他留面子 所以应家庭原因而辞职 所以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个人人品操守问题 对吧 而他因为他是情报 英国最主要的 最大的情报机关的首脑 那因为道德操守问题 因为色欲问题 因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问题 那当然作为国家的角度来讲 他不能接受 但正是这样的问题 而他所操守所犯的罪名的问题 却恰恰是中共最擅长 就是中共去用色情间谍 用女人用钱 用男人买断这世界上的一切 就是现在做了 还在做了 对不对 还在做了 我们昨天说的 华为那个故事就是还在做 今天看到有另外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点到实处了 这是汉尼根 恐怕他的根本原因 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 而且涉及到英国国家安全问题 从而辞职了 那今天他成为了哈佛的学者的时候 他是个学者 他可以随便那么登 可是中共在使用他的问题的 使用他的文章的时候 却一直是把他的官方 曾经的官方身份给披露出来 不是魔鬼不巨头 其实是这问题 不是魔鬼不巨头 感谢朋友们 请吃到喝咖啡 周末愉快 那么多 感谢观看